字幕 李宗盛 經常都看到人們把IG Story做得很漂亮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現在我就教大家幾種小技巧 可以幫你的IG Story做得沒那麼悶 之前看到有些人可以把影片或Boomerang 去加一些顏色框框 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 其實很簡單 首先是先選擇你的影片 然後用畫筆工具選擇一個顏色 之後在圖片上長按大約3秒 就可以出現一個正式背景 之後再用橡皮擦工具 將要顯示的地方擦走 然後再加一些GIF、畫圖或寫字 IG Story就變得沒那麼悶 如果大家都很想用一些文青手背風的GIF 令到Story沒那麼悶 只要輸入這幾個關鍵字 就會出現了很多清新又可愛的GIF 讓你慢慢選擇 然後再放在Story上 很簡單就可以很漂亮了 在輸入文字的時候 就選擇經典模式 就會出現了一個色塊 之後就選擇左下角的損色筆 就可以把白底改成你任意的顏色 大家就可以根據你把照片的色系選擇色 就可以打造出Pantone色彩的文字了 另外還有一個超級慢用的技巧 就是3D立體文字 只要用兩種深淺的顏色 打出同一個文字 再把它放在一起 就可以變立體漸層的效果 其實只需要簡單幾步 IGSORRY就可以變得沒那麼悶